对,我叫陈丽正,是个下岗工人 我总是想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 但总是事与愿违 你不要管了 管不通议 你要借三十万的 做手,肯定没有 还钱 我这么大的城市 就得有我们人俩租的地方吗 你背过债呢 我背了三十万的债 压得我实在爽不过气来 还钱 还得靠我 我来就给你还 人应该相信 天道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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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娜娜 你怎么来了 哎 陈叔呢 哦 陈叔去不了 让你把这袋东西带给小李 怎么回事 陈叔说他很忙 这次去不了 天经哥 你赶紧上车吧 哦 这个东西是 陈叔退不了的钱 让你拿着 陈叔怎么不去看小莉呢 我曾经来看你 你藏什么呀 藏 没吃饭的吧 给你带的 我还以为 你今天又来拿我开涮呢 对了 我师父去了新疆 你没地吃饭了 你就到我那个餐厅入伙吧 不过说清楚啊 得付钱 按员工价 我倒是想天天到你那吃饭 没口福 怎么了 知道勤俭节约了 你会做饭吗 不是 那个 大哥没去新疆 不可能 他小女儿都想疯了 怎么会不去呢 我骗你干啥 大哥把去新疆的路费还债了 还债了 还给谁了 谁现在这么急啊 孙大强住院了 大哥把钱还给他了 天哪 出了这种事 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你再说了 你可以跟邻居们说一声啊 让大家凑点钱 先让他去新疆看女儿 你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 太没人情味了 哎呀 这事不能怨我 你 他连天军给他买的火车票 都给退了 他说了 说以后不能再借钱了 就为这事 他打我呢 他 打你 该打 都是你惹的祸 你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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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惹的祸 你惹的祸 还在那里 我还在这里 你惹的祸 你惹的祸 我的 NFL 那暂时 我…… 不得了 不得了 我 有什么 那 情意 女儿 你怎么没走啊 陈叔 你一定要去新疆 这是一张连城的车票 我重新签过的 从西安转去乌鲁木齐的 尽量把你开车 你现在去火车站 不行不行 你去吧 我已经决定不去了 你一定要去 你是小弟的爸爸 别人可以不去 但是你必须得去啊 天君啊 明年吧 明年我一定去 陈叔 我知道你现在很想见到小弟 我很清楚你的感受 不要等明年了 现在就去 不行 还是你去吧 你这次就是 带我们去见一见小弟 我可以不去 那你必须得去啊 我求你了 行不行陈叔 我从十几岁就失去了父母 我很清楚 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 是多么的可怜 多么的孤独 我可以想要到现在小丽 最想见到的就是她的父母 陈叔 我求你 别让小丽伤心很多 那个天君啊 是这样啊 不管我们谁去 目的就是让小丽高兴 对吧 你去了 她一样高兴的 天君啊 天君你这是干什么呀 陈叔 就让我孝敬你一次吧 如果我父母在世的话 他们肯定会同意我这么做的 天君你醒来醒来 你答应我吗 你先醒来啊 你不答应我就这么一直跪着 天君这孩子一片孝心吧 陈叔去 我 我去 我去 你是来探讯陈小丽的吧 对 好 请跟我进来吧 请问您就是陈小丽的父亲 陈师傅吧 我叫陈丽正 您好 陈师傅 我是陈小丽所在三大队的干部 我姓苏 您就是苏管教吧 小丽在信里头经常提到你 说你对她的帮助和教育非常大 您不用客气 陈师傅 这样吧 我先让您到招待所住下 然后咱们再去看小丽 好吧 好 那行 好 那走 陈师傅 我们演出队正排练节目呢 下个月我们女子建议演出队要下去学会演出 小丽也在这里吗 在 她还是主力呢 哪个事都穿得一样 这个没她 下个节目才有她呢 您先坐会儿 好 来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下个节目 娱乐船官网 3w.994466.com 500万提款 火速到账 官方直营大额无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真后 启点赞 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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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晓莉 程晓莉 刘子 第一次 这怎么 怎么样 苏格林 他还是不想见我 他为什么呀 他是觉着 没脸见自己的父亲 而且这两天他一直在哭 也不吃饭 陈师傅 要不然咱们再等几天吧 我不能再等了 我都等了三天了 与其说他没脸见我 还不如说是我没脸见他 是我的错 陈师傅您别急 要不然这样 我再去找他谈谈 好 等了 来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天想着你 念着你 那么爱你的父亲 你怎么能这样无情无义的对待他呢 这个不是你 陈小丽 平时你总是提到你的父亲 你的家里人 现在家里人来了 你又不肯见面 你想过吗 你父亲那么大老远 千里迢迢来趟新疆容易吗 他这几天为了见你 等得有多心情 你知道吗 你怎么能这么对自己的父亲 你就那么忍心 让你自己的父亲受那种情感上的折磨呀 好好想想 走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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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我可不想再跟你说出一大道理 自己好好想想 这么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我告诉你 要是你真的不想见你父亲 可欠他回去了 苏文娇 她还是不想见我 她就是你 莉莉 莉莉 爸来看你了 莉莉 莉莉 莉莉你出来让爸爸看你一眼 莉莉 你走了以后 爸爸天天在想你 你知道从双河到新疆 这几天的折腾多不容易吗 莉莉 我就为了看你一眼 我就不违望你 你为什么不想见我 莉莉 人不怕摔跟头 站起来就行了 爸爸特别希望你 好好地接受改造 早一天回去 再说 再说你犯了这个错 我爸爸从来没怪过你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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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你的生日 爸爸来看你 莉莉你出来让爸爸见你一眼好不好 你可以闭着眼睛不看我 你可以闭着眼睛不看我 但爸爸不能不见你啊莉莉 我求你了莉莉 莉莉莉 爸爸想你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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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地活着 爸爸在家等你回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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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别说这个是爸爸对不起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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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鱼阿姨送的牛仔裙 真好看 太漂亮了 真好 可惜我就是穿不上了 会有机会的找机会再穿呗 这个 还有什么呀 这东西太多了 一块给你倒出来 有什么呀 爸 你路上就吃这个 不 没有 这 不是 这什么时候买的 我都忘了 我想 想 就走了 你看 你看 你看这个 一只猪 你猜 谁送的 天君哥 你怎么知道呢 天君哥 他就是猪啊 这下呀 他写信说要来新疆看我的 他怎么没来 本来说好了 我们俩一块来的 结果临时请假 没请下来 天君现在可好了 保安不干了之后 不知道 那他现在干嘛呢 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业务 真的 妈妈呢 她为什么没一起来 你 你妈呀 你妈挺好的 挺好 你别担心 她特别好 她想给你买东西去了 她说买什么呢 跟我商量 买什么也不合适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结果给你带了三百块钱 来 你拿着 爸 违反监规的 这违反什么监规啊 咱俩又不是偷偷摸摸给你钱呢 人家苏管教在这呢 还有好多东西呢 这是什么 谁得买的 我忘了 进来吧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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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写个愿吧 对啊对啊 大家安静 小丽 你写个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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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欢迎下次光临 小丽 刘总 小丽 这饭跟你以前吃的比起来 是不是不合胃口啊 不不挺好挺好 我我已经吃得很饱了 你看你几乎什么都没动 我要不要再给你准备点肥的 不不忙了 不忙了 挺好真的挺好 谢谢啊 小丽 你去马上就把没关我 我挺好 刘总 你看上去情绪不大好 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 真的没有 你看哈 大哥交代的任务 我每天都能完成 而且还略有超标呢 就说卖水果的日子啊 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我可以理解 不过你说过 卖水果只是暂时的 你别气馁 将来总会有机会的 谢谢你的鼓励 你说陈师傅 都到新疆去了十天了 我最近啊 一直注意新疆的天气预报 说那边降温了 特别冷 他也没带厚一点的衣服 我想大哥会照顾好自己的 他这个人啊 最不会关心自己的 先生您的电话 来了 你先坐啊 好 你忙 苏管教 真是谢谢你们了 这次我一来 见小丽 哗的下长大了 也懂事 也成熟了 多亏了你们对她的教育 我真希望小丽 将来好好干啊 完了 争取早一天回家 放心吧 陈师傅 小丽肯定没问题 爸爸 我向你保证 我在这边一定会好好努力 争取早一点出来 爸爸相信 爸爸 你一定要保住身体哦 爸爸会 你一路平安哦 带我问候一下 你还要保证 你还要保证 我 这边还有两年多 一眨眼很快就会过去 也许 健行老师一年多了 我争取 那我出狱回家 咱们一家三口 就可以过平平安安的日子 好 爸爸 你一路平安哦 好 对了 带我问候一下大院里的叔叔阿姨 还有吴奶奶跟秦大爷 我会带到的 还有天君哥 谁 天君哥 天君 爱 好 爸爸一定给你带到 抱歉吧 我不说了吗 我会好好努力争取早点出去的 咱们一家人很快就可以断绝了 他一提走了 你还听不得见 他走了 你们妈妈一定要保重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 等我回去 我们一家三口可以过平平安安的日子 好 好 我都在家等着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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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平安等我回家哦 爸爸 我都在家等你了 嗯 爸 走 爸爸 等我回家 我都在家等你了 我都在家等你了 Pey dan 我都在家等你了 rij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富士苹果 红富士苹果 两块五了 免疫了 山东测试 两块五 两块五一斤下去 红富士苹果 两块五一斤 给卖了 两块五一斤 红富士苹果 过来看一看了 苹果怎么卖 两块五 两块五了 刘总 真的是你 你好 刘总 张勇 你好 你好 刘总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也不给我打一电话 不会把小兄弟忘了吧 哎呀 怎么会呢 说来惨愧呀 这贵州一趟 又是两手空空回 这有什么 回来就好 好什么呀 你都看到了 已经落到卖水果这个地步 卖水果也不差呀 中国的十大首富里 还要靠减费局起家的呢 笑好吗 对了 刘总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什么意思啊 是这样 刘总 我在青广局下属的一家企业 干了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方方面面的关系啊 接触了不少 现在资金上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我是像这样 我想自己弄一家 做纺织品的贸易公司 弄点真正的事业 刘总 你过来帮我吧 对 你放心 这个老总的位置 肯定由你来坐 这不行 这不行 怎么不行 刘总 你才是当大老板的材料 你要让我去当那个老总 那在场面上 我肯定不灵 再说了 只要真做起大生意来 要是没有你刘总的头脑 那怎么能行啊 你就这么信任我 当然了 刘总 你是一个输得起的人 也只有输得起的人 才能真正干的大事 张勇 现在做企业 不是这么一件容易的事 我明白 其实干什么都不容易 对了 刘总 给你一张我的新名片 电话我已经换过了 刘总 这样 你再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如果考虑清楚 你给我打个电话 好吧 我随时等你 好 我会打的 好 再见 那这样 好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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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店长 您的电话 谁来的 你表妹好像挺急的 快去招呼一下 喂 文莉雅 什么事 我是想提醒你 今天晚上别忘了跟王大康吃饭 哎呀 你要是不提醒我的话 我还真给忘了 我就猜到了 你上周日就识约了 你这个星期如果还要这样的话 我就跟你急了啊 拜拜 来一条看一看啊 红素是苹果 红素是苹果 两个钱一斤啊 两个印记 红素是苹果 你看这苹果多好多好的红素是啊 你看这个都挂了 挺好的 挺好的 便宜一点 太贵了 您说多少钱一斤大姐 一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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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给你们了 来来来来来 一块钱 再给你饶了 哎 趁宝来了哥们快跑 趁宝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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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快跑 不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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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站住 行了别跑了 今天市里卫生大检查 你不知道吗 同志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今天卫生大检查 卖什么呢 你不知道是吧 对对不起啊 不知道是吧 我真不知道 卖苹果的是吧 行了 你什么也别说了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们是执法的 这车没收了 这车你们不能没收 你们不能没收 这车 请撒手 请你把手撒个好吗 干什么干什么 我们在执法 如果你有意见的话 去到我们城管所里说好吗 明天可以去 我不去 我不去 你们不能没收 你们干什么 你抓我干什么你 一定要没收好吗 这是违法 市里现在正在卫生大检查 你不知道吗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干啥你打人啊 撑换大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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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拉我干什么你 不要这样同志好吗 车我们今天一定要没收好不好 来 车你去 你 别别别别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二分的队长姓队 你队长你好 你怎么成功 我姓刘 我叫刘 刘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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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坐坐坐 来坐坐坐 好好好 刘司长 你今天的态度非常不好 如果你对我们城管有什么意见的话 您可以直接提出来吗 对不起 前卫队长 我 我首先先给你道个箭 我也给城管人员道个箭 我态度不好 我态度恶劣 这都是事实 我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跟教育 我说 你真得良心 梅队长 我说的没有一句假话 都是事实 梅队长 你可以把我抓起来 把我关到拘留所里 关我多少天都行 我求你了 你就把那三轮车还给我吧 因为那三轮车 是我朋友的饭碗 他要是没饭碗了 就没饭吃了 没饭吃了 那不就饿死了吗 我说刘师傍 你这张嘴还真能说 让你这么一说 还是我们城管没道理了 不不不 你们有理 不是 那个我是说 我相信你们讲道理 错误都在乎 责任都在乎 我朋友今天晚上就回来了 他明天还指望着这三轮车做生意呢 我没法向我朋友交代 你 梅队长 你 你就 搞代归手 你就还给我吧 看你这样子 也不像个摆小摊子的人 你做什么呢 我以前开过贸易公司 我还做了经理 不不 现在准备改行了 做网织品 梅队长 我这有一张名片 你打个电话就知道了 张勇 你认识他 啊 啊 昨天傍晚 武伤 音转情 今天早晨 封儿清晴 则 人来 人往 转流不息 总能见到 你的匆匆声音 入水晶晶 草木轻轻 日久天长 千人心 多少轻轻 与你同行 所有伤痛 为你抚平 相聚相遣 心意如愁 总相信这一天 就回来了 我就说吧 直到以后 未来的岁月 长久的在一起 那时我多想 看见你笑 心意如愁 总相信这一天就回来的你 我就说吧 直到你好 未来的岁月 拯救的在一起 那时我多想看见你想 好啊 非常好 随你 在在 陈丽正欠了一身的债 可别打我的主意 陈丽正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陈师傅 你是文英表妹 你也是来音频做古兵的 咱们的好人的 就要来临 那我就等你的好日子 如果实在不行 你就把三圣街那套房子 递给我 你真的爱上他了 我敬佩我的师父